我讀過鑽石鑑證詩 鑽石設計 導遊 潛水牌 車牌 船牌 救生員牌 草蜜美容 動物傳心術 中醫 皮毛那些 別一條舌頭出來 你白色是涼的 藝人為私下Michelle有娛樂圈牌王之稱 入行之前做過珠寶銷售員 但當時收入不高 看望財政獨立及早養家的Michelle 就積極下不同的證書和牌照 希望可以透過一技之場幫補新計 為什麼我會讀這麼多東西呢 我現在想回才知道 原來因為我覺得自己很沒用 我讀書不聰明 所以我一讀完書 我就覺得我什麼都要懂 一來我要感覺一下自己喜歡什麼 二來其實可能我真的會多心 我什麼都想試 什麼都感受一下 我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三來就是我真的很沒安全感 我怕我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什麼都先讀了 起碼以後 我這樣做不到 我試試其他 至少我知道大概這一行是什麼 Michelle現在想起 考每個證書和牌照的經驗 到能夠令她在演戲時更容易投入角色 成為一個更加貼地的演員 Michelle形容 每次考牌都有血有淚得來不易 考的時候 你個個都覺得懶 因為小時候你考了救生完牌 你就 頭幾課你會覺得很想放棄 我怎麼可能 因為我記得我考那時候 我當時只有十五歲 十六歲 我記得全班只有我一個女孩 兩個女孩 兩個女孩 最後只有我一個女孩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沒有可能成功 男生都游得這麼快 每個都快 我這麼多 我連上水都不行 因為我們不可以爬梯上 那個老師要我們在旁邊 按自己上去 我是上不了 那時候我已經很想放棄 我覺得那時候是不可能達成的 最後我就不斷練 不斷練獎上壓 最後考的時候我覺得很輕鬆 考到中段 我游得比全部男生快 因為我的性格是不輸的 疫情期間不少人失業 Michelle早前更加因為小退骨折而收入大減 她鼓勵失業人士要不斷嘗試 更加認為今時不同往日 透過網上學習都可以自我增值 這個年代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上網看很多不同的資訊 你可以看很多YouTube 看別人怎樣拍 你自己可以成為一個YouTuber 或者成為一個很厲害剪片的人 這些你是不用錢之下 你可以增值的方法 以前那個年代的思想 其實坦白說是過時的 以前可能我媽媽都會說 你不要經常顧著看電話 看別人的影片 其實我就是因為看了很多影片 我知道怎樣才有點擊率 怎樣別人才好看 因為現在確實是網上的世界 你很多時候現在確實看片 看電話 我才知道這個世界在做甚麼 我才可以再進步 我可以看電話 時間為了 你很會知道 你太誇張了 你也可以去見面 你會在哪裡